字幕by索典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是假日 那假日的農夫呢 如果不做事的話 那就做一點 研議療法 那今天我們還是來疫苗 那今天疫苗的方式 也是用保麗樓 但是他的耕作方式不一樣 我今天想把它模擬成稻田的一種所謂疫苗的方式 當然事後還是需要移植 但是它的好處呢 是可以讓它藏在我的這個往事裡面 那首先呢 一樣是疫苗床的鋪舍 用培養土 然後淋濕 然後等一下 我們再拍 怎麼把種子給放上去 那今天主要的疫苗 然後是所謂的 這邊是從左邊開始吧 左邊就是秋葵 接下來是所謂的 九層塔 辣椒 最後這個是落枕 也就是由左至右 或者是由右至左 那很抱歉 這要看大家的世界的方向 那我現在講的是所謂的 以種子的立場 那如果說是以我現在看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那應該是從右至左 也就是說 從秋葵 九層塔 辣椒 接下來是洛生 今天這個苗最主要是以這三種種子 當然可能先空間窄了一點 但是沒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就先挖一個鍋棋 然後買種子囉 那你正常來講 你就先挖了一個渠道 然後呢 生前應該在0.5mm 5mm左右 那接下來 有人以前蟹盤的話 是一蟹三顆種子 那其實是不用了 那就直接把它排成一整列 然後再把旁邊的土給附上 這樣就完成了 那對於種子比較小的 像我現在要種的這個 這是什麼呢 這是九層塔 那我正常 我是會跟我的培養土呢 去做攪拌 攪拌以後呢 就不用再開什麼鍋取 你就直接 把它鋪設 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比較小的種子 我們的做法 那攪拌完以後呢 扳左勁以後 因為它是比較乾燥的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鋪設在 這個 我們的蟹盆上面 也就是 保麗龍盒上面 那你會發覺它比較乾 那沒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呢 就直接 再來跟它殺殺水 那這是比較細小的種子 我們一般的做法 那接著下來 像 辣椒啊 還有 洛神 一樣的方法 繼續摘種 就可以 好吧 這樣就是整個 栽培的方式 完成 那現在 要把它移入 往事裡面 那當然你要記得 做一些 標卡 讓自己不會忘 那一排是什麼東西 那 過幾個禮拜以後呢 我們再拍個視頻 看它有沒有 長出來囉 那接下來 我們再做一個是 絲瓜 那這個絲瓜 那這個絲瓜 是女主用 所謂 最傳統的方式 就是 浸泡以後 然後 把它 放在一個 塑膠袋裡面 讓它 維持一個 溫濕呢 在一個 控制的範圍裡面 那 悶了 將近一個禮拜吧 那 它終於 長出來了 喔 女主說 只有兩天而已 那今天我們就要把它 拿來 移植到 呃 比較大的 蟹盆裡面 那 繼續它的 一個花芽 的一個 過程 那我們 會 繼續的 追蹤它